所有在美国销售的车辆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撞击测试 打造车身零件的材料是金属薄板 由机器切割 压膜 呈特殊的样式 在焊接成型 国家标准研究所的研究员们说 如果对材料的检测更加严格的话 这些汽车零件可以在不影响兼顾程度的前提下被造得更轻 汽车公司进行的检测相当简单 只有抗拉测试和其他一些测试 我们设计了更新版本的测试 更复杂也更现实来模拟材料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性质行为 国家标准研究所正在帮助美国的汽车行业选择 和使用先进的轻型材料用于汽车制造 同时帮它们节省成本 提高燃油效率 在汽车轻量化研究实验室 金属薄板样本被涂上白色 再薄薄地喷上一层黑色的斑点 我们在这里可以用非常复杂的方式让材料变形 就像压膜柱形那样 把材料拉伸或者挤压成挡泥板或引擎盖的式样 我们也可以让它变形 如果这里是一个焊接点或者是一个角 我们可以观察材料在更加复杂的情况下如何表现 用高分辨率摄像机观察样本被拉伸时 这些黑色斑点是如何移动的 这种方法可以获得更多信息 与此相比 老办法只观测两点间的拉伸情况 给你举个它们正在研究的例子 比如它们相信一种材料可以变形被拉伸20% 如果事实上可以被拉伸到22% 而它们就是检测不到 这实际上对它们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这可以给它们省数百万美元 让一块材料多了一点点变形拉伸的空间 科学家们说 自从它们设计了一种新的测试机器 越来越多的制造商和供应商来到这里测试金属材料 甚至纤维增强聚合物复合材料 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 华盛顿报道